有这个选举绝余款 他捐不到两成 他怎么讲的 我全部都会捐出去 而且一毛不留 其中呢 有一个数字非常有趣 他就捐给这个世界展望会 捐一个月多少钱 1700块钱 是他第一笔出账的 他是每个月都捐 但是捐1700块钱 你看这个人 蛮特别的 所以选举绝款加起来是4200万 前前后后来发现说 有人在盯这件事情了 他捐的速度有较快 有较快的担保 所以最后捐出了747万 占18% 这怎么一回事 如果说疫情那么严重 当然把钱留在手上 这样喔 现金为王 当然我这是苦手 因为这个钱是市长选举时候的事情 到现在都已经一年多了 对啊 那退不响 万一6月6号过了 就没有了 没有市长薪水可以领了 这就剩下的 所以之前讲的这个八个字 全部捐赠一毛不留 再说再说 我跳票又怎么样 我跳票又怎么样 也就是说你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他对未来还有期望的时候 他会比较认真 那如果你这个位置 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就算了 还有一种状况 我们看过 有的人就是很省很小气 你要他多出一点 不可能 这是例 也是有这种例子的 那其实韩国瑜 你到底要不要捐 反正他总统也选输了 市长6月6号不讲 有没有 你再跟他去问他 你的公益捐款 他才不会理你 我早上看了一个新闻 我不确定 因为我没有听到郑造星 造星到底那个原文 因为我看到是文字的 他说这是属于私人 失事 所以他就不公开 他不公布最新进度 所以我们看到的进度 就是旧的 是8% 对 所以你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 好 可是如果 做一个人 你还在这个社会上 让人家觉得有个基本的尊重 既然当年你讲 一毛都不留 那你就应该要做一个公开真心 不管你是1700块 还是1700万 还是1亿7000万 不管 你就应该要做那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ABC的事情 比较严重的 其实是高中市的市政发展 就是说 因为2018年韩国瑜 当选高中市市长 你可以推翻成局 民进党过去所有的规划 可以 因为既然高中市市 你选择了韩国瑜 就表示你要不一样 那你就应该给出 一个不一样的样子 你就因为 现在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现在已经经过 经过了一年半 再过六七个月 它就满两年 那捷运 你不要也可以 韩国瑜也可以讲说 我不要轻轨 我就是不要轻轨 可以 那你就有你的方案出来 对啊 但是你不能摆在那里 然后最后你又回到原点 那这算什么 因为这是浪费时间 也就是说 韩国瑜你可以不懂捷运 你觉得 这个我也不懂捷运 可是你可以找专家出来 你的副市长 叶匡时是当过 交通部部部长的人 你难道没法做 是政治判断吗 你的副市长 是交通部部长 而且不是当一年两年的 那种交通部部长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叶匡时你是专家 你相对是交通方面专家 他说决定权不是在我 在韩国瑜 难道叶匡时讲话 韩国瑜会听不懂吗 不可能嘛 大家讲的是国语 又不是讲日本话 又不是讲法国话 你又不是讲英文 叶匡时的中文 他的国文 怎么可能韩国瑜听不懂呢 除非人家讲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时间是浪费掉的 然后我还在讲一句话 因为韩国瑜当选 高雄市市长 他可不可以跟过去的民进党经营 高雄不一样 可以 因为这是市民的决定 可是你不能摆一年 摆十八个月后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搞到六月六号 会有个罢免 我还是讲一句话 卢秀燕推遍掉很多林交融过去 可是卢秀燕 有没有搞到被人家罢免 没有嘛 就不会嘛 通常罢免一个县 县县首长哪是那么容易 霸连一个立委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怎么会搞到今天韩国瑜 国民党那么紧张呢 他在四月八号的时候 他就请了这个叶庆元 跟王潜秋一起去 暂停执行罢韩的这个事情 又卷土重来了 又卷土重来了 所以他的还是不死心 他觉得说 我能用的招我都要用上 是不是这样 他这次因为上次诉讼的标的 是罢韩的团体 那被当时的北高行 跟最高行政法院都驳回 那这次他把诉讼标的 改成中央选举委员会 这个是五月十一号提出 也就是前两天才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 国民党一边讲说 这个我们大家冷静以对 包含谢龙介 当年最挺寒的 这个谢龙介都说 大家要冷静以对 可是另外一边 韩国瑜的阵营 却不断的在添加柴火 你去申请这个行政停止 强制这个紧急处分 就是一个添柴火的动作 就显然你不要冷静以对 就显然你不要冷静以对 那这样当然就法律上来讲 这个是你被 这是当事人的权利 我们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如果稍微了解法律的人 大概就知道 这个一定又是被驳回 所以我想请问韩国瑜 那到底你们脑袋在想什么事情 你明知会不会驳回 你明知会不会驳回 可是你又要做 那如果说好 明知会不会驳回又要做 这个做的事情 对于罢韩不会通过有帮助的话 我觉得也OK 可是这个显然是对于罢韩通过 是有帮助的 他是会 你拼命 把它翻译过就是 你现在提这个叫做帮道忙 你就是会被罢名 你是在提油救火 那怎么会这么蠢呢 比如说像那个广告 我觉得他就真的广告没穿起 你知道吗 原本那五面广告 你就让它挂 放在那边 没几个人看到 有限啦 对 结果你知道吗 搞到现在 我这个徽章 是从第一面广告被拆掉之后 我决定挂 你可以拆大的 有种你来拆我的 然后现在罢韩的东西一堆 你看 面子 然后 黄丝带 一堆 粉色鹿 一堆啦 很多啦 各种罢韩的小物 一堆 那你这不是在帮他们促销吗 你韩国瑜变成 业配王了啊 你在帮他们促销嘛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阵营 他们真的来着 真的没一个有闹闹的人嘛 再讲到那个轻轨 我举一个例子就好 林嘉隆2014年当选台中市长 当时他在当选之后 我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半年内 拍板定案 以前胡志强市长两件事情 他取消不做 一个叫台湾塔 一个叫公车专用道 那个公车专用道 因为后来设计 感觉上有问题 可是好台湾塔不盖就不盖了嘛 但是公车专用道 请问林嘉隆 有没有让他荒废四年 没有哦 人家是改成别的方式 让那个已经完成的 硬体建设 不要浪费嘛 那就让他继续做 用其他方式来做嘛 你韩国瑜也可以啊 我记得那时候还不是讲说 这个轻轨路线规划不好吗 我们要捷运吗 我们不要轻轨 我们要捷运 而且我们还要 要到屏东去啊等等啊 那没关系你就做嘛 停摆一年半是什么意思 观众朋友 韩国瑜奏起床到镜 刚好差不多一年半 也就是说这一年半 你都在睡觉 你怎么不拿 因为他以前拼选举一到五 他 一到五拼选举 然后六日还有补选行程 所以大家都想起来了 你如果拿出 猜那五面广告看板的效率 现在轻轨啦 不管是你要轻轨继续去啦 还是说要改造捷运 好歹也有个进度 可以让我们看到 我现在都设上天了啦 如果这种效率的话 你不要说什么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一句话 他的副市长是交通部部长 他们两个可能没在说话啦 这个交通部长 连自己任内规划的 那个机场的计划 他都可以说 他都忘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瑜 你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 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请在这一边 那你不认划 我也不是 我也忘记了